创立于1981年的屏东县美术协会 为提升地方美术素养 推广美育教育 连续40年举办会员连展 今年参展艺术家有51位 于屏东大学平师校区艺文中心 展出63件作品 艺术家们透过创作 来表达其生活特质与美学 作品极具可看性 堪称屏东一坛年度盛世 屏东县美术协会 自1981年创会以来 历经了40年 那么在这个满场的岁月之中 也可以见证到我们屏东县的 重要的美术发展史 多年来每一任的会长 都极力的去邀请新锐的画家 然后把我们最好的作品 呈现在广大的这个 这个权重面前 那这次展的一个展品内容 其实是非常多样的 有包含油画 还有那个雕塑 以及水墨 还有多样的美财 那我们屏东美术协会的 创会的会长也是 我们屏东大学的校友 何文奇老师 他在将近这几十年代理之下 也把屏东美术学会带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境界 参展的艺术家虽来自不同岗位 却都有发自内心那股艺术情绪的抒发 透过不同的美财 尽情地挥洒创作表达心境 期盼给予观者一种视觉上的直接感动 下龙湾 我们的借寸 你看看 那走的过程 你的地式 那水来都撲一个双头 撲一个双头 所以我感觉 很漂亮 所以我到来 用这个双头 用我自己心的魂 含着一个搭档 让你的感觉 就是说 在这个空间里面 它又很协调 又让你觉得 很安静 一个感觉 我这幅画呢 就是可以说是中西河壁 我使用的还是 很多传统的 这个水墨画的技管 但是我美财创新 用压颗粒 用油画布 那么这样的表现的感觉呢 就会让人家 可以看得到 它的质感 协会期盼 透过艺术创作推广文化活动 实践美术教育 而达真善美的精神 包括油画 水彩 书法 铜雕 复合美财等 多样美财的作品 期望能带给社会大众 美的心灵饷宴 展期至4月13日 喜欢欣赏艺术创作的民众 可把握机会前往参观 贫通行馆 张如一 刘建荣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